兄弟们 王者荣耀7月6日更新 下面来看看这次更新都有哪些活动上线 活动1 夏日迎新 五级名闻限免 7月6日更新后 玩家登陆即可领取五级名闻30天的体验卡 活动2 七月周末 也就是周五周六和周日晚上7点到11点 排位不限段位 活动3 七月6日更新后 完成马可波罗觉悟试炼 送新梦币 新梦币可用于夏日商店兑换奖励 活动4 累计签到送新梦币 活动时间7月6日更新后到7月10日 活动5 新人福利 夏日限时开启 7月1日到7月31日期间注册账号 完成指定任务即可领取福利 登陆游戏和累计参与对决即可获得相应奖励 至于王者出新人活动 大家觉得对于王者来说 是好事还是什么呢 活动6 后裔新皮肤无尽新郎 7月6日更新后上架 传说品质 首周1430点券 过后1788点券 最近对王者新皮肤的兴奋度 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高了 或许是因为皮肤出得太快 钱包跟不上节奏吧 最后就是碎片商店更新 电玩小子 鬼剑五脏 格古拉伯爵 乘风破浪等史诗皮肤将上架碎片商店 以上就是这次更新的大致内容 小伙伴觉得本周更新的活动内容如何呢